一棵大树就这样的压在黑色机车上 前方的车头更是几乎全毁 这一处位在大甲光明路跟金国路口 1号上午11点半左右 一眠27岁 怀有5个多月身孕的黄姓富人 正好在此等红灯 但没想到下一秒 一旁的路数却突然的往他身上倒 也导致他的大小腿有多处的插伤的瘀青 就今天南风很大 然后就刚好那台摩托车在平红灯 就飘一身 就一个富人就倒下去了 照看是速是先压到仪表板 然后他那胸部应该是有去 因为我们就是现场先马上叫救护车过来 先把他送院 虽然这么近还是给他 对,一样要叫救护车过来 由于事发地点是紧离医院 所以第一时间救护人员就立刻的将黄姓孕妇送一治疗 而幸好经过检查之后 母子均安并没有任何大碍 而对这一起路数倒塌意外 建设局长也特别的来到医院探视黄姓孕妇 而初步研判 应该是路数遭到了水泥覆盖 树木无法呼吸 所以造成树根严重腐烂 才会酿成这起意外事故 主要是酸腿跟左、右后腰再痛 那我们第一时间做超人波看起来小孩子的活动力跟心跳是还好 那现在已经会诊完副产科 副产科是说肚子里面是小孩子跟妈妈都算稳定 那我们急诊的超人波看起来肚子也没有出血 那等一下还会在急诊先观察 那暂时生命机场稳定变得清楚 这一棵树不是连根被拔起 这一棵树是因为居民用水泥把它的树根封起来 造成它的树根没有办法正常的成长 所以风来了 它就倒了下来 就被吹倒了 针对这一部分 我们其实也会进行全面性的盘查 那我们在此也呼吁 我们门前的树或是旁边的树 觉得不当 觉得要来移植或是做其他的处理 那大家可以来找建设局 我们会马上派员去做最好的安排 建设局也表示 未来将会全力协助黄性孕妇相关的赔偿事宜 而由于黑板树常常有福根问题 以及棉续会引发民众的过敏 因此接下来将针对全市的黑板树都要进行盘点 并且演绎采用隔株换植的方式 逐步减少黑板树的数量 让市民朋友能够更加安心 知识成不汉 台中检访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